这只好色成性的羊头怪 半夜三更来到羊圈 完事后 羊群犹如寿金一般 纷纷避让 而倒霉的懒羊羊 浑身瘫软晕了过去 眨眼间一年过去了 主人帮母羊接生时发现 刚出生的羊仔成精了 夫妻二人非但没有感到恐惧 反而还把小羊仔抱回房间 习行照料 宛如对待亲生孩子一般 谁承想 失去孩子的母羊寝食难安 他每天都站在窗外 呼唤自己的孩子 直到这天 夫妻俩发现孩子不见了 他们吓得连忙到处寻找 原来是母羊要带着孩子逃跑 女人紧忙把孩子抱在怀中 不料他和母羊争抢了 竟是一只羊头人身的怪物 夫妻俩包裹好孩子就要离开 母羊气得直喘粗气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苦苦哀求 希望能把孩子还给自己 哪怕是恶劣的阴雨天 母羊也仍不死心 始终认为只要他叫得够凄惨 人类就会把孩子还给他 女人最终忍无可忍 踮起猎枪来到外面 瞄准母羊帮击就是一枪 他认为杀掉这只讨厌的母羊 就可以如愿做小羊人的妈妈 殊不知 这一行为将给他的家庭招来灭底之灾 原来女人连生了十个孩子 都不信妖者 为了能拥有孩子 他竟道德沦丧地抢走母羊的羊仔 他根本不会想到 小羊人的亲殿 竟是一只凶狠的羊头怪 而这一幕 刚好被小叔子看到 他搞不懂 嫂子为什么要把母羊埋掉 而不是给他包成羊肉饺子呢 直到他在家中看到 这难道就是我们老牛家的后代吗 而这个怪异的孩子 则是歌嫂多年来 梦寐以求的宝贝 羊头人身的小怪物 正在和妈妈一起泡澡 他开心地像的孩子 而他的叔叔则认为 这个怪胎是家族的耻辱 于是随便薅下一把甘草 想让侄子来吃 小羊人刚要伸手去接 叔叔却示意他蹲下 让他像羊一样 吃草 叔叔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想 啥时候粉丝给我寄点自然 把你烤熟了 那味道指定很美 说干就干 他趁歌嫂熟睡之际 敲摸把侄子骗出去 还顺带拿走猎枪 走了五个小时后 叔叔找到一块风水宝地 举枪瞄准小羊人 此刻这只小怪物 根本不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什么 而另一边 女人似乎有所感应 突然惊醒 找不到孩子的他 彻底慌了 当他来到客厅 却发现小叔子怀里 抱着正在熟睡的羊仔 原来就在刚刚 小叔子突然想起 他和嫂子 昔日的感情 最终没忍心伤害 嫂子的心头肉 选择接受这一切 一家人的生活 恢复了短暂的安宁 直到这一天 羊头怪再次出现在农场 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 危险即将来临 孩子不想看球赛 如自一人 跑到外面 和狗狗玩耍 不料他眼中 赫然出现一只羊头怪 金毛直接扑了上去 小羊人吓得转身就跑 下一秒 金毛就没了气息 羊仔回家找到镜子 察觉自己和父母 长得一点都不像 反而刚刚看到的羊头怪 似乎和自己是同类 他心中飘起一团银云 望着墙上的羊群 仿佛确定了什么 四维生物你见过吗 羊头人深的怪物 他想要延续下一代 来到农场挑中了一只 眉清目秀的母羊 连着好几页 直到母羊类的四肢瘫乱 他才放心离开 谁承想 一年时间过去了 母羊难产 好不容易生下 他们爱情的结晶 却被农场主夫妇 狠心夺走 而母羊 只是苦苦哀求人类 把孩子还给自己 却被女主人一枪抱头 完事也没能误尽其用 还给埋地底下呕了 等羊头怪回来 接老婆孩子时 发现一切都被女人祸祸 于是 他便计划杀掉女人的丈夫 让他也感受一下 失去这爱的痛苦 他第一次被孩子看到真身时 把孩子吓得连忙跑回去 找醉酒的父亲求抱抱 而小叔子这边 趁着哥哥醉酒熟睡 就缠住嫂子给他包饺子 看得出来 他们不是第一次了 遭到嫂子的嫌弃后 他直接威胁 小羊人知道你杀了他妈妈吗 嫂子无奈 只能妥协 女人自从有了这个孩子 十分珍惜眼下的幸福生活 完事后 直接拿钱逼走小叔子 而另一边 丈夫正牵着小羊人 在农场散步 等女人送完小叔子回到家 突然听到一阵枪声 女人心中顿感不妙 谁承想 丈夫此时已经被人打了 凶手正是埋伏已久的羊头怪 据说他叫攀神 母羊是他精挑细血的媳妇 他来是给母羊报仇的 完事就要带孩子离开 男人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拽住羊蹄不肯松手 等女人赶来时 丈夫已经凉了 现在他不仅失去了孩子 就连家庭也支离破碎 也许这就是因果报应 电影告诉我们 正常人就应该做 正常人应该做的事情 抢来的始终是要还回去的 遵守生物准则 切勿打乱世